去看泰坦尼克的泰坦号 你不知道的八个人知识 1.使用一支罗技舌柄控制 并且就在没有任何后被控制系统 啊!最早计划于2018年下前 每位乘客需要支付15129美元 该价格是根据泰坦尼克号总统套房 加上通货膨胀率计算的 3.公司CE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碳纤维是从不应公司购买的 因为这些碳纤维已经太旧 不是用于飞机使用 所以以折扣价出售给他 然而不应公司随后表示 从会向该公司出售过碳纤维 4.潜艇在2021年和2022年 完成了13次演示下潜 全部正常返回 5.潜艇的窗户经过测试 存压深度最大为1300米 而碳纤维船体可以承受4000米的深度 6.潜艇的密封系统是从外部进行的 一旦成员上船 舱门就会关闭并由外部用楼酸固定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从内部打开舱门 也就是说在下潜后 成员无法打开潜艇 7.公司CEO原本打算购买一艘私人潜艇 但发现全球私人潜艇总数不到100艘 根本无法购买 因此决定自己制造一艘 8.在潜艇的13次下潜中 曾多次出现失去联系的情况 由于先前的经验 该公司并未感到担忧 直到超时才急忙报警 并联系当局进行打捞 5.6米 我们的三星人潜艇 并联系